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两个男人被六个爵士美女囚禁的故事 清晨摄影师轩导正搂着女友为创造下一代努力 突然响起了电话声,打断了轩导的好性质 他不耐烦地起身接电话 原来,轩导的父亲山稷去世了 政府已经处理好了山稷的遗体 轩导是山稷唯一的孩子 他需要回去处理山稷留下的财物 对于父亲的死亡,轩导并没有感到悲伤,只是觉得麻烦 在轩导四岁年年,山稷就抛弃了妻儿,与大神威武独自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轩导与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 因此在轩导心里,父亲山稷在他四岁年年就死了 尽管再不情愿,轩导还是要回一趟老家 出发前,他答应女友当天就回来 轩导的老家在深山老林里 当他再次回到儿时居住的地方时,觉得一切都十分陌生 正在打扫卫生的邻居大神看到轩导,急忙拉他坐下 还给他倒了一杯水,从邻居的口中宣导得知 这么多年以来,父亲山稷整日待在山里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只有等到没钱了 才会出来做点兼职 拿到钱后,又一头扎进山里 山稷做的最多的兼职,就是帮村里的人种地 不过后来,大家都把地卖给了开发商 只有父亲山稷坚决不卖 还骂村里的人都是叛徒 不过山稷做事一向奇怪,没人理会他怎么说 接着,邻居画风一转告诉宣导 山稷死前一天格外高兴 像是找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整个人都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没想到第二天,就死在了自家浴缸 宣导并不关系山稷的死因 他只想快点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告别连居后,宣导在山稷的牢房子里闲逛起来 他无意中发现了山稷生前的照相机 酷爱摄影的宣导拿起相机检查一番 发现除了缺少镜头盖,其他都没有问题 他当即将照相机挂在自己身上 令宣导意外的是,这间老旧的房子 居然还有一间暗室 暗室的墙上贴满了这些年来 山稷在森林里拍到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宣导的注意 照片里是一棵参天古树 和一只会发光的猫头鹰 看着照片里发光的猫头鹰 宣导感觉自己的脑海中有什么一闪而过 却怎么也抓不住 就好奇地将照片收了起来 这时中介带着开发商老宇找到宣导 老宇想买下山稷留下的房子和土地 中介怕宣导不同意卖 还一个叫劝宣导 山稷留下的土地在山里 万一哪一天发生了泥石流之类的意外 宣导作为土地的所有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卖出去 有钱拿还不承担风险 宣导倒是十分好奇 既然拥有土地的风险这么高 那开发商高价买下来是为了什么 开发商老宇解释说 他们是为了保护环境 环境是最重要的 宣导并不在意老宇他们要土地干什么 只想快点解决土地的问题回去陪女友 便爽快签了子 老宇像是怕宣导反悔一般 当即就现金付款 处理完父亲遗留的问题 宣导准备回家 却被告知错过了通往县里的大巴 好在老宇提出 他正好有储存 可以送宣导去车站 就这样 宣导搭上老宇的便车 一路上老宇将车开得飞快 狂秀车急 宣导几次提醒老宇慢点开 老宇都置之不离 这时意外发生了 车辆经过一个隧道时 路中间突然出现一个身着白衣的女人 老宇为了避免撞到女人 蒙打方向盘 一头撞在路边的石头上 宣导和老宇都晕了过去 当宣导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遭遇了绑架 看守得的黑衣女小姨 似乎还没有发现宣导已经醒了 仍自顾自地做饭 这时宣导的女朋友乡称打来电话 宣导本想要回手机 向乡称求救 小姨就二话不说 一刀砍碎了手机 宣导被吓得不轻 咽回了嘴边的话 她悄悄地爬起来 想趁小姨做饭的功夫逃出去 却不想刚打开门 还给宣导送来的肉汤 宣导见小姨并没有恶意 便放心地喝了起来 下一秒 宣导就如触电般的 吐出口中的汤 身体不断地往后缩 她喝的那是什么肉汤 分明是虫子汤 宣导被恶心坏了 吓得连连后退 小姨却拿起旁边的棍子 折打宣导 像是在怪罪她浪费食物 宣导焦急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合他一起的老鱼 现在怎么样了 小姨什么也不肯说 直勾勾盯着宣导 还拿出宣导的巧克力 大块朵一起来 这样宣导不禁感慨 这个小姨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此刻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未来几天 会遇到六个奇怪的女人 那一边 老鱼也遭到了绑架 看守她的金发女小二 正在吃一只死兔子 适当地叫一个如毛银血 津津有味 吃完小二又含了一口兔子肉 嘴对嘴喂给老鱼 这可把老鱼恶心坏了 就在两人为一只死兔子 推来推去时 呼应女小三给老鱼送水 看着税嫩懵懂的小三 捞浴顺从地喝下水 然而下一秒 小三的瞳孔 泛出不正常的灰色 进而也去看那只死兔子 森林中的这些女人 最惬意地要数绿衣女小四了 此刻她正放在长椅上 惬意地晒至太阳 与此同时 宣导被黑衣女小一 赶紧冒着气泡的绿水中 这水一看就不正常 但在小一的威胁下 宣导还是缓缓踏入了水中 谁撩她刚进去 白衣女小五就从水中冒了出来 她一把将宣导拖进水底 邀请宣导共舞 宣导没有心情欣赏小五的舞姿 她奋力地向上游 想要浮出水面 逃过一劫的宣导 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 这个诡异的地方 在她经过柴房时 意外发现了一套跑失败 被盗挂起来的牢狱 两人一起被困在这个鬼地方 宣导自然不会见死不咎 她急忙进屋放下牢狱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负责看守牢狱的金发女小二 突然出现 她一把锁上柴房的门 这下宣导和牢狱又被囚禁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 黑衣女小姨为两人送来肉汤 品尝过肉汤威力的宣导迟迟不敢动手 早已饥肠碌碌的牢狱 迫不及待地端着碗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直到一碗汤快喝完 才发现口感不对 牢狱盯睛一看 这竟是一碗虫子汤 看清碗里漂浮的虫子后 牢狱被吓得打碎了手中的碗 还趴在地上狂吐起来 宣导淡定了喝了一口矿泉水 安慰牢狱不要害怕 这些女人看起来 没有要杀她们的意思 牢狱却嗤之以鼻 根本不信宣导的话 这时牢狱发现 看起来最没杀伤力的红衣女小三 正站在门口 她瞬间来了主意 牢狱谎要给小三看个有趣的东西 让她进来 小三好奇地打开门 牢狱趁机一把推倒小三 将她痛扁一顿后保冷起来 现在柴房的门已经打开 牢狱和宣导匆忙逃了出去 这片森林很大 两人谁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两人在森林里转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正确的路 宣导实在走不动了 在路边休息 牢狱则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待一秒 就继续往前走 然而没多久 她又遇到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宣导 看来他们刚才一直在兜圈子 这是两人看到的蓝衣女小六 小六抱着孩子 腼腆地对着两人笑了笑 当宣导看清小六样貌的那一刻 瞬间呆如了 因为小六和她的女友相成长的一模一样 就在宣导愣神之际 小六的两个孩子 抢走了宣导的照相机 和捞椅的公文包 宣导一路追着孩子而去 一眨眼的功夫 孩子就不见了 宣导交集的四处张网 却在一棵树下 发现了她的照相机 树下除了照相机 还有照相机上的一个 不知何时丢失的镜头盖 以及她父亲删击了一些个人物品 看到这些东西 宣导不由出神 她觉得自己 不是无意间闯入这个地方 而是有什么东西指引她 来到这里的 或许是天忆 或许是她死去的父亲 宣导认为 与其出逃 不如顺应添移 这里或许有很重要的使命 要她完成 想到这儿 宣导找到老宇 老宇正横拉的教训 抢了她公文包的小孩 宣导急忙制止 那个小孩趁机逃了出去 老宇没好奇地问宣导想干什么 宣导说出了自己要留在这儿 一探究竟的想法 老宇坚决反对 他做梦都想快点离开这里 老宇讥讽宣导 和她死去的父亲一样固执 两人意见不合 只能分岛扬镳 宣导在森林里走走停停 忙了一天都没有任何收获 直到天黑透了 才兜兜转转 回到女人们居住的地方 黑衣女小姨 仿佛早就知道宣导还会回来 她非但没有对宣导 白天的出头而生起 还给宣导递了泪乳干 邀请她一起看 驴与女小四的舞蹈表演 另一边 老宇在与宣导分别后 很快就遭到了 金发女小儿的袭击 或许是小儿看到了老宇 对孩子动手 她对牢羽厌无至极 小儿挥舞着 斧头凌厉地砍向牢羽 然而没过几招 小儿就将牢羽逼到 立刻大树下 她高举斧头狠狠砍了下去 不想斧头砍进了一旁的树干里 因为砍得太过用力 斧头一时间无法拔出 牢羽趁着这个机会匆忙逃走 就这样 牢羽在森林里走了一整天 却在晚上时 也回到了女人们的住处 看来这些女人 确实不是普通的人类 牢羽在森林里走了一天 早就筋疲力尽 她悄悄溜进厨房 想偷点吃的 然而白玉女小五 此刻正在厨房 牢羽看着小五凶恶的表情 手都在抖 奈何她实在太饿 还是壮着胆子 拿走了一些食物 好在小五并没有对牢羽动手 牢羽吃饱喝足之后 闲逛起来 还有遇了白天 被她欺骗殴打的红衣女小三 小三看见牢羽转身就走 牢羽急忙叫住了小三 看着小三天真懵懂的脸庞 牢羽心中生起一股邪念 她将小三带到一旁的小树林中 发泄自己不可告人的欲望 与此同时 宣导正在欣赏 驴女小四的舞蹈 小四躺在长凳上 周围满是火把 在火光的映照里 小四开始了她奇特的舞蹈 这是宣导从未见过的舞蹈 在小四奇异的舞蹈中 宣导竟然看到了死去的父亲山吉 山吉说了很多奇怪的话 最后告诉宣导 森林会给你答案 宣导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山吉却突然消失 这时小四也完成了她的舞蹈 天空中的流星 突然划成礼剑 射向小四和宣导的胸膛 宣导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四日一早 宣导发现自己完好无损地 从床上醒来 难道昨天发生的一切是场梦 宣导认真地查看胸口 发现胸口上突然长了一根 又黑又长的胸毛 他好玩地拽了拽那根胸毛 随即起身 打算去森林里 寻找父亲口中的答案 宣导刚出门就发现 昨天跳舞的小四竟一分为六 此刻六个小四 躺在长椅上晒太阳 宣导似乎已经开始 接受着诡异的森林 和这些奇怪的女人 他好奇地看了一眼 就转身离开 去森林里找想要的答案 可一连几天都毫无线索 这天宣导实在是太累了 他回到女人们的住处 想休息一下 然而上一秒 宣导刚躺下 下一秒和一女小姨 就将宣导拆下了床 小姨强硬地将宣导 抓到一个大钢前 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罐出气熏天的酱 宣导被呛得不停咳嗽 小姨却满脸陶醉地闻着 然后用手指 站了一些为一个宣导 宣导急忙躲避 但在小姨的热情下 还是尝了一点 宣导这才发现 这酱闻着腥稠 吃着却美味无比 他一连吃了几口 感觉浑身的疲惫一扫而光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 恢复经历的宣导 又踏上了寻找大安的旅程 另一边开发商老宇 也在卖力地寻找线索 不过他是为了早日离开森林 他的上司答应过他 如果能买下宣导的土地 就奖励他两亿日元 现在老宇已经和宣导 签下了购买合同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 去找上司兑换奖励 可惜连熟日 老宇都没有找到出去的路 这天老宇正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森林里乱转 发现了一直被他欺负的红鱼女小三 看着小三搅好的面旁 老宇又伸出了魔爪 小三却拉着老宇的手 附上他的肚子 暗示老宇他怀孕了 老宇不耐烦地挥开小三的时候 怒骂他碰瓷 毕竟他和小三刚认识没几天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怀孕了 看来老宇忘了 小三根本不是普通人 老宇可不管小三有没有怀孕 他将小三在地上脱掉了裤子 就在这时 宣导及时赶到 阻止了老宇的畜生行为 老宇见实行败露转身就走 宣导追了上去 质问老宇到底对小三做了什么 老宇本就对宣导 打扰了自己的好事心生不满 这会儿见宣导追来 就一把将宣导推进河里 然后接着赶路 他还着急走出森林 去找上司要两亿日元的奖励呢 只是这次 他无论往哪个方向走 都可以看到白衣女小五 嘶嘶盯着他 老宇被吓得 失踪从山坡上滚下 落入水中 而他的公文包掉在了河边 另一边 刚刚被老宇推下水的宣导 被小五拽出了水面 他追着水流 飘到了一条小溪里 当宣导从小溪里爬起来时 觉得周围的环境有些眼熟 他拿出从附近山坡房间里找到的 那张灰发光的猫头鹰照片对比 才发现 他现在正身处照片的拍摄地 一段尘缝的记忆涌入宣导脑海 在他四岁年年 他和父亲在附近游玩 却不身落水 危急时刻 一个陌生女人救下了宣导 山坡本想感谢女人 女人却静止离开 山坡又想为女人拍张照 女人却突然化作猫头鹰飞走了 山坡正好拍下了那个 会发光的猫头鹰 也正因如此 山坡才坚信这片森林里有精灵 这些精灵会保护人类 为了报答精灵对宣导的救命之恩 也为了保护精灵 保护人类 山坡决定要守护好这片森林 在这之后 母亲带宣导离开了这里 可小小的宣导却忘了这段记忆 在他眼里 是山坡选择抛弃棄子 归影山林 这一刻 宣导终于想起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也明白了父亲的选择 吃来的悲伤 深深刺痛了宣导 天空不知何时下起大雨 宣导哭喊着在雨中狂奔 发现满心的悲伤 片刻之后 渔过天晴 宣导在树林里徘徊时 意外发现了牢羽留下的公文包 根据里面资料可知 开发想买下森林 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环境 而是想在森林里 埋放核废料 村子里的人 都将土地卖给了开发商 只有山迹深知 森林和精灵 对人类的重要性 坚决不肯卖 为此 他向开发商 递交了一份抗议书 提出大自然消化这些核废料 需要整整十万年 因此坚决不能在这里埋放核废料 结果显而易见 开发商根本没把山迹的话 放在心上 所以当宣导决定 将最后一块土地 卖给开发商后 为了阻止核废料的堆放 山里的六个精灵 将他和牢羽困在了这里 事情的真相 开始浮出水面 宣导这才明白 这些年来父亲的坚持 意识到这些 宣导带着公文包 可以证明开发商罪证的文件 找到黑衣女小姨 她告诉小姨 自己出去后 会揭露开发商的罪行 也会接替父亲山迹 守护好这片森林 下一秒 小姨召唤出一只蜜蜂 为宣导引路 在蜜蜂的引导下 宣导滴滴撞撞地 走出这片奇幻的森林 最后因体力不知 晕倒在了路边 好在女友乡城及时赶到 信息之下就报了警 经过几天的调查 警察告诉乡城 宣导出了车祸 人也不知道去到哪里 现场只有一辆损毁的车 警察对此的猜测是 宣导已经遇难 乡城不敢相信 宣导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宣导的老家 当乡城赶到了 宣导出车祸的地方 果然就像警察说的那样 现场只有一辆破损的车 找不到任何线索 无奈之下 乡城来到宣导父亲山迹的房子 希望在这儿 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在乡城的努力搜寻下 他也找到了房子里的暗示 乡城的暗示里找到了一本笔记 上面记载着这些年来 山迹对这片森林的勘探结果 乡城认真的翻阅着笔记 无意中发现笔记夹了一封信 是山迹留给宣导的 此时乡城突然想到 宣导可能和山迹一样 去了山中的森林 他立刻动身前往森林 恰好在森林边缘 就写了昏迷的宣导 在乡城的精心照料下 宣导很快醒了过来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中介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当初不知道开发商的目的 才卖了山迹留下的土地 现在他要撕毁这份合同 中介一口回绝了宣导的要求 甚至还嘲讽宣导 就算他当初知道开发商的目的 也一定会在天价的购买机面前低头的 宣导奇迹败回地挂掉电话 他告诉乡城 自己要立刻赶回东京 起诉开发商 在返回东京的路上 乡城将找到的笔记和信交给宣导 父亲山迹在心中告诉宣导 多年前 森林里的精灵赋予了宣导第二次生命 所以自己要用一生去守护森林 没想到开发商也盯上了这片森林 山迹不愿这里变成河飞料处理厂 但村民们都将地卖给了开发商 只剩他一个人和开发商战斗 山迹告诉宣导 如果自己遭遇不测 他希望宣导可以接着守护森林 最后山迹叮嘱宣导 一定不要详细一个叫老语的开发商 宣导想起老语的文件代理 山迹的抗议书 以及他刚回家时 邻居告诉他 山迹在去世前一天 还精神抖擞性质高昂 第二天却突然死在了自己家中 十分奇怪 宣导这下终于意识到 是老语为了得到山迹留下的土地 害死了山迹 又诱导自己签向卖地的合同 宣导将自己这些天在森林里 遭遇的一切告诉宣导 他让乡城带着自己从老语那里拿到的文件 以及山迹研究森林的笔迹返回东京 赵律师起诉开发商 自己则返回森林 为父亲报仇 也为了守护森林 乡城知道宣导死去凶多吉少 但他也能明白宣导的心境 所以只能满眼寒泪地看着宣导离开 宣导踏上了和父亲山迹同样的道路 他开着车 像几天前那样 再次撞上路边的石头 当睁开眼时 果然又回到了这片神奇的森林 另一边 被白衣女小五下得十足落水的牢羽 从一处温泉中醒了过来 他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公文包 当他发现公文包里的东西被人拿走后 瞬间变得惶恐不安 毕竟他们的公司 达着保护环境的名义 买第一件合飞到处理厂 一旦这件事情曝光 公司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至于拿走文件的人 老宇可以肯定是宣导 想到这儿 他立刻找到黑衣女小一 并为宣导的下落 小一没有回答老宇的问题 立刻遭到了老宇的拳打脚踢 红衣女小三见小一被打 立刻上前帮忙 老宇一把推开了小三 这使他震惊地发现 他粗暴地将小三推倒在地 意外摔倒的小三 顿时感觉腹痛不直 双腿间因有血迹流出 老宇不愿理会 正在生产的小三 便转身离开 老宇继续在森林里寻找出口 却意外遇到了绿衣女小六 老宇想起 就是小六的孩子 抢走了他的公文包 才害得他 差点被金发女小二杀害 心愁就张一切算 老宇仗着身强体壮 一招就杀了老六 这时 让老宇害怕的金发女小二再次出现 小二与老宇扭打在一起 谁也不占赏风 最后老宇打伤了小二 小二咬了老宇一口后 化身毒蛇逃走了 老宇仙始终找不到宣导的踪迹 又返回女人们的住处 此时的黑衣女小一 正在帮红衣女小三接生 老宇上去逼问 小一宣导的下落 小一还是不肯透露分毫 老宇气恼地用锄头打伤了小一 但随着小三的痛苦呻吟 他产下了一枚刷她的胆 这是他与老宇的孩子 老宇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胆 他从小三手中夺过孩子 狠狠摔在了地上 小三尖叫着扑在地上 手不断拨弄着碎了一地的胆 想把他们重新拼接起来 过了很久 小三才反应过来这么做没用 他愤怒地扑向老宇 想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这时宣导再次来到女人们的住处 正好看到这一幕 小一惊讶地看着宣导 似乎没料到他会回来 宣导打了老宇一拳 让他不要再为难这些女人 接着他指责老宇 毁掉了父亲山姬一生守护的东西 老宇不以为然 叫嚣着让宣导赶快归还 偷走的资料 两人随即扭打起来 可宣导哪里是老宇的对手 老宇心狠手辣 很快就将宣导安在地上报答 又捡起一旁的钢叉 狠狠刺入宣导的胸膛 宣导躺在地上 再也没有力气反抗 老宇趁机逃离了现场 宣导清晰地感受到 生命正在消失 他看着同样岛的血泊中的小一和小三 愧疚地闭上了眼睛 终究还是他实验了 他再也无法继续守护这片森林 再也无法回到女友乡城身边 与此同时 老宇就在森林里不知疲倦地寻找出口 直至死亡 此后 他的身体化为了花草 和森林融为一体 片名唱歌的六个女人 2023天上遇日本 纵观整部影片 与其说是恐怖片 不如说是一部环保题材的奇幻片 人类保护自然 自然保护人类 这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如果人类肆意破坏环境 也必将受到大赞的惩罚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以为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